你就是温国凯啊 乾隆彻底傻了 这就是和珅强力推荐的 38岁国家栋梁温国凯 满朝文武大臣都笑懵了 只有乾隆哭笑不得 在之前和珅的一顿骚操作下 乾隆误以为刘庸是个贪官 直接罢了刘庸的职 把审查官员的任务交给了和珅 不料刘庸干了十天的活 和珅只用了三天就宣布完成 乾隆为此还没少夸和珅效率高 而在和珅报上来的名单中 有个38岁的山西守备温国凯 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乾隆还以为终于找到了 不可多得的人才 当即就要召见温国凯为重任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结果一看温国凯 乾隆傻眼了 连着整了两个笑话 乾隆实在无奈 只想赶紧打发走这个老帮菜 好好好 这念你 念老糊涂 隔之还乡 隔之还乡 想得死了 谢毒龙 谢毒龙 老头还以为自己升官了 一个接着问乾隆 给自己刺的是哪步是狼 这下乾隆忍不住了 快 把 把他 呼呼出去 过不去 千别挖碎 被指不上营造 入道力不去 挂 挂你生枪 还在 在 旁边的大臣们笑得都直不起腰了 好家伙 这是要笑死我们 好继承我们的花呗吗 乾隆记得跑下台阶 刚准备给温国凯一脚 可想了想还是算了 八十一脚下去 老头就没了 乾隆只能冷着脸 来到和尚面前 乾隆气急败坏地走了 和尚转过身 对着温国凯的屁股 就来了一脚 老头赶紧爬了起来 看到同僚们都在哈哈大笑 老头还以为是在祝贺自己升职 当晚和尚就吓得头顶冒汗 难以入眠 白天被温国凯这么一闹 自己可就算犯了欺君之罪 正琢磨着乾隆会怎么处置自己呢 管家刘全突然大喊一声 刘全告诉和尚 给皇太后和胡公公的礼物 已经准备好了 和尚当时下令 让刘全连夜进宫送礼 顺便打探下消息 看看乾隆 是不是还在为白天的事情生气 刘全也是个小机灵鬼 眼睛一转就给和尚出了个主意 反正现在刘勇也不在 不如咬死说 山西给的举报册上面 写的就是38岁 这样和尚最多是个审查不严的罪名 再加上皇太后帮忙 这件事也就糊弄过去了 还别说 经过和大人的一番运作 这件事也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经过这件事 和尚的口碑又升了一击 因为和大人收了钱 那是真办事呀 谢谢大家